李小霞0比2落后,石川加纯笑着,笑着就哭了。 2016年吉隆坡士兵赛女团决赛,第二场李小霞对阵石川加纯,此前双方交手7次,李小霞保持全胜战绩。 首局李小霞率先发球,没想到李小霞的两个发球,一分都没拿下,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是杨颖和大魔王张一宁。 张一宁说,好久没出来打比赛了,李小霞的手上感觉还是差了许多。 你看这球又拉漏了,前四分李小霞一分没得0比4落后,还是没有跟上时川加纯的节奏。 李小霞发球,李小霞过度后的一板大力反手甩,扳回一分,李小霞不愧,有着李大锤的称号,只要被他带到,基本上是一板过。 石川加纯发球,李小霞直接轻拉了石川加纯的正手大脚,这个球李小霞打得就非常巧妙。 李小霞已经把比分追上来了4比3,石川加纯是左手横板快攻打法,日本一号主力。 石川加纯相持中率先打出落点,造成李小霞失误。 石川加纯5比3领先,第一局李小霞落点打得也很好,还是手上功夫差了些,有质量,但失误率也很高。 石川加纯把比分拉开8比4领先,首局李小霞露球,多达三个,李小霞失误太多,也是6比11交出首局。 反倒输过一两次,你更知道他对方能发挥成什么样。 第二局,第一个球石川发球,李小霞可以防住了,还有了进攻,李小霞拿下第一分。 虽然李小霞的第二个,发球打丢了,但可以看出李小霞对比赛的节奏比第一局好了许多。 石川不愧是日本的意见,对落点的控制很到位,造成李小霞反拉连续失误。 李小霞1比3落后,李小霞打出落点牵制石川进攻,石川也出现了反拉失误。 比分来到2比4,李小霞发球,石川又迎来一个运气擦边比分来到5比2,李小霞发球。 李小霞的发球很赚,石川也不好直接上手,李小霞打出落点,打出强势得分。 李小霞如果这么打石川会很下风,石川还是以博的心态和李小霞打。 拼得很凶,打丢一个,李小霞抓住机会,轮起来就是干。 可惜,这球打丢了,这局回合也不是太多,但很有看点。 石川就是快速抢上手为主,李小霞加质量,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。 李小霞这种高质量石川反拉根本就拉不起来,太沉了。 李小霞不愧是大满贯这股很近,尽显自信和霸气,也是输球不输气势。 李小霞虽然以7比11输了第二局,但手上的感觉比第一局好了很多,已经恢复了五层的功力。 看看第三局李小霞能不能发挥六层的功力。 第三局李小霞发球,可以看出双方的回合明显增多了。 这说明李小霞已经适应了石川加纯的快节奏,第二个球双方依旧是多派。 可以看出李小霞可以抽出手来反攻了,这是一种好的信号。 双方开局打成1比1,石川发球,李小霞快速发起进攻,但失误了,李小霞也是很纳闷。 李小霞发球接着一板反手的强势反拉,要是李小霞失误少一点,石川加纯一局能得五分就不错了。 李小霞的正反手球的质量太高了,石川加纯根本压不住,双方打成三平,这局真是太好看了。 看看石川加纯能不能打出四两波千斤的球,可以看出石川加纯已经开始不淡定了。 感觉要控制不了场上的局面了,石川发球打出落点,双方又打成四平,只要李小霞把比分咬住。 拿下这一局,后面就会很顺畅,这局比分很难拉开。 李小霞的失误少了,石川很聪明不和李小霞硬碰硬,打落点,靠变化。 就算失误,他也只能这么打,要不然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 李小霞的发球易得一失,双方又打成七平,石川发球。 李小霞也是劈头盖脸地打过去,石川也是被逼出顽强的一面,扛住李小霞的攻击。 李小霞打丢也是自言自语。 石川发球,李小霞回挫的球非常赚,石川加纯回挫直接下网,双方又站至八平。 这局比分太胶着了,对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严峻的考验。 现在不仅仅是技战术,还有心理素质的大比拼,李小霞发球多拍相持中,李小霞丢分比分来到9比8,石川领先。 李小霞打出发抢的分双方又站至九平,石川发球李小霞回挫,李小霞出现一个幸运擦边,这样李小霞10比9拿到局点。 石川第二个发球打出发抢,打得很好,但被李小霞轻松反拉。 李小霞接着一板反拉石川右手空挡,李小霞这一波操作堪称无缝衔接,自信又豪横,11比9板回一局,看着真是赏心悦目。 比赛来到第四局,双方形成多拍相持,李小霞应对自如,石川着急变现,失误。 第四局,从李小霞的眼神里可以看出,坚毅和自信,略带很近。 李小霞上手加质量,每一板都带有攻击性,虽然失误了, 但这种坚决执行自己技战术的决心,还是可以看出李小霞对节奏把控的欲望很强。 李小霞的球变得粘性十足,石川得一分都十分困难,李小霞三下五除二,连得两分,霸气的进攻出现端倪,李小霞开启疯狂模式,局势瞬间成一边倒之势,看着真是过瘾。 石川完全不堪一击,节节败退,李小霞11比3,轻松取胜,双方大比分2比2,团体赛采取5局3胜。 来到决胜局的争夺,石川没有退路,放手一搏,李小霞扛住连得两分,石川发球也是加质量,靠落点连得两分,也是把自己的气势提起来。 双方打成二平,李小霞发球打出强势比分3比2,李小霞的第二个发球,石川打起12分精神和李小霞进行周旋,李小霞也是很耐心,李小霞突然加力,不过失误了。 双方又站至三平,石川还在顽强地抵抗打出弱点,把比分反超4比3,李小霞不慌不忙,淡定地反拉,突然地一板反手反拉大脚的分,双方再次打平,李小霞高质量配合弱点。 上了石川加纯,完全没有办法,李小霞打出一板过的球,双方站至五平,五平过后石川急躁起来开始搏杀。 但失误了,石川加快进攻节奏,对李小霞展开进攻,但他的力量太小,球的质量不足以打动李小霞,李小霞高质量反拉,石川就招架不住了,石川处在崩溃边缘,李小霞的球太暴力,轻描淡写化解石川进攻拿到赛点。 五平过后石川就再也没有得分,李小霞连得六分锁定胜局,送对手八连败。 石川也是没有忍住落泪,这是崩溃的泪水,也是无奈的泪水,国平是座永远翻阅不了的大山。 球迷们这场球是不是很精彩,是不是也很解压?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点点赞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见。